新香的辣椒与鲜美的食材 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饗宴 这是热爱美食的张斐亭 致力与更多人分享的佳肴 麻辣炒干锅 当时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 只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吃 觉得说台湾怎么很少能吃到这样子的口味 就想着自己来尝试做看看 请很多的朋友来帮我做试吃 反馈都非常的好 那我想说也许我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 我在家里用什么样的食材 那我在店里面也会用什么样的食材 我在家里是用得过金桨的一等米 在家橄榄油下去烹煮 店里面使用的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希望就是把每一个来到我们店里面用餐的客人当成是家人一样款待 为了端出让自己满意客人喜欢的美味 张斐婷耗时三年研发赶良将深刻的热情与用心 化为舒适经营的麻辣料理 其实我一开始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 我会选择比较重的口味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把它商品化也是希望就是可以符合我们自己的口味 我们的麻跟辣它其实是很顺口的 辣味它不会在嘴巴口腔里面停留太久 老人家或是小朋友在吃我们的微微辣 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总total有12种辣度 然后以及5种麻度 台湾大部分的麻辣锅都是以辣度去做调整 但其实麻很多客人也都很喜欢吃 所以我会把它拆开来让客人自己去做选择 我们可以在第二年获得两项奖 其实要归功于喜欢我们的客人 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 因为喜欢然后去帮我们报名 去帮我们做推荐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除了注重餐点品质 张北婷也积极拓展品牌 从疫情期间在台南新营不到食品的外带店开始 一步步坚持让品牌稳健成长 我们现在加盟事业刚起步 那以现阶段来讲 我们北中南都我们的品牌分店 如果说今天我的加盟主 他真的是想要去做这个品牌的话 那么我会先建议就是说 他有没有兴趣先到我们的体系去学习 愿意来加盟我们的品牌 我们除了提供30天的教育训练之外 我们还会有7到15天 总部的督导人员会到现场去做支援以及教导 其他的员工 我们也会同时帮忙一起做教育训练 我们的口味在外面真的很少吃到 我们都是用真材实料下去做的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的餐点 所以他们才会愿意花这个钱 以及投入这样的心力跟时间来学习跟加盟我们 张斐婷以面面俱到的细致与伙伴共同努力 让客人从味蕾到心情都获得周到的服务 吸引了各方讨客吻香而来 因为听到朋友的推荐 说有间四马店非常的顺口好吃 那我就特地从高雄上来想要试看看 虾子真的是非常的新鲜Q弹 加上他们的蜡粉非常的满份 他们的猪肉片也是非常的新鲜 而且不是像火锅肉片这么的薄 它是有口感嚼劲的 所以我也会推荐给我很多朋友 开始连高雄也要准备咯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好这么远了 四马店他的创始件是在我们家楼下 然后我每次经过都觉得想说 怎么会有味道这么的香 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试试看 我会跟他们就是购买那个四马干粉 然后回去自己沾一些烧烤 小小的价格却是可以换到非常顶级的享受 最重要的是老板娘 他对于品牌的坚持跟态度 是让我觉得最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店的核心根本 锅锅见底 顿顿满足 客人吃得开心 就是张斐婷最大的成就感 带着这份认可 他将继续以风饶鲜香的风味 为人们带来极致的味蕾享受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使3C产品太旧换新频率节节上升 庄涵凯与庄奎红兄弟也积极由顺习万变的 3C发展中创造崭新可能 现在的3C产品是这样 它出新的速度太快了 那你新的购买下来的时候呢 你的旧的它们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就越堆积越多 全台湾一年可以卖600万台的新机 旧手机就会太坏了 目前的话回收率大概只有12%而已 在回收的话对环境是有影响的 回收回来的旧的机制它是好的 我们来给需要的人使用 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凭借精准眼光发现问题 兄弟俩共同创立品牌 更为消费者考虑方方面面 制定营造优质市场环境 维护消费者权益 我是17岁开始做手机 在那个时代呢 就是半门号还要缴2900的保证金 跟1200的设定费 民营开台以后大家开始 从BB Code转到手机来使用 我以前是做手机批发 2005年左右 联发科发明了一款MTK晶片 把所有的晶片的功能 都整合在它的一个晶片里面 后来转成白牌机 就是MTK晶片出来以后 手机制作的成本整个降低了 开始就有很多的品牌 我们是那时候开始 我们创立了创与这个品牌 但是那时候再转成智慧型手机 自己品牌手机回来卖的时候销量其实不好 那我就在思考说 那我要怎么样去做转变 就发现了说二手手机应该是有它的市场 台湾是已开发国家 所以台湾用的机种它都是非常新的 大概会有六成的手机是闲置没有在用的 它没有拿出来卖的 有的人是资安的问题 有的人想要当备用机 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像是南美洲或是印度等等的 像这样的旧机就可以卖到这样的地方去 给有需求的人使用 所以我们如何解决客户的问题 看好二手机市场前进 庄航凯和庄奎鸿前瞻布局 以详尽精准的检测作为品质保证 更带来国际级资安防护 它这个检测软体的精准度是非常高的 它在检测报告书当中都会详细的记载 是不是有使用的原厂零件 如果真的有被更换过的 上面的报告书都会注记 资料抹除到底跟我手机回复原厂设定 到底有哪边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于手机 恢复原厂设定的时候 它是将我们的资料覆盖上去 它的底层数据还是会在手机里面 就有机会被有心人是窃取到 它里面的个人资讯 那资料抹除的服务最重要的是 它是将我们底层的数据 做一个完整的加密 也透过一些特殊的加密技术 才有办法做破解 即便你破解的时候 它的资讯也是非常的零碎片段的 每一个在创语回收的手机 我们都会帮它做资料抹除的服务 一样会提供一份完整的抹除报告书 客户就可以上去看 我这个当初手机卖给创语的时候 它做了什么样的服务 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 那这个也是我们跟Brenko合作的最大优势 那也是给消费者最安心最大的保障 创新分级规范 资讯公开透明 带来高效且安心的 二手机回收买卖服务 更打造置换与售后的完善保障 深受客户肯定与信赖 其实诚信负责是我们做生意的宗旨 那解决了现在的人呢 没有办法一天都不能有手机使用的问题 那我们在官网就可以查询到你手机的价格 你可以马上知道说你的手机可以回顾多少钱 你再做决定 以顶尖服务水准作为基石 全力带动市场整体的服务品质提升 装寒凯与装奎红 也致力将二手机市场推向国际 使手机回收成为关键循环 茶是具备文化与经济双重价值的作物 为验证茶园对于环境的影响 以及探索茶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中兴大学刘婉玉教授 积极投入对茶园生态价值的评估与研究 全台湾的茶叶的面积 大概是1.2万公顷左右 但是产值就高达了 这个新台币80亿以上 经济的时候比起其他农株来得高 整个茶园它的一个价值 包含三大面向 包含环境生态的部分 还有经济的部分 还有社区文化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得到了一个蛮重要的结论 就是有机农法的茶园单价比较高 虽然产量比较少 但是它可以达到一个经济的平衡 然后第二个 得到的一个茶树生长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具有阴影气候变迁 它的一个韧性也比较强 生态价值的部分 我们针对了不同的海拔高度去分析 觉得海拔越高 它的价值增加的幅度越大 茶园生态系 占据全球陆域总面积 650万公顷 带来庞大利益的同时 茶园生产与生态平衡的争议 气候变迁 影响茶树生长等挑战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茶园的土壤每年至少有两公分以上的流失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还蛮在意的 那后来有跟中心大学配合有用AI的部分 或者是空拍的部分 还有跟森林系的老师配合了解我们的生态 跟环境之间的一个共农的关系 我们就有部分开始选择有机管理跟友善管理 有一群特别对有机茶有兴趣的族群 然后他给我们的反馈是说 这个茶喝起来很干净 因为这样的反馈 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茶改茶 跟我们学校单位去做配合 刘宛玉教授说 因应气候变迁 建构适宜的经营模式与配置策略 打造坡地农业友善生态环境 在突破产业发展困境的同时 也能起到环境保育的作用 茶园的经营 我们可以试着去让它对于环境的冲击降低 用一个有机或是友善的农法 比如说农药少放一点 降低对于环境的破坏 那第二个其实现在我们讲的所谓的净银排放 比如说我们在种植茶树的时候 用有机的农法是可以增加土壤碳汇 真的遇到一些很严重的状况 如果突然趋水干旱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蓄水的设备跟设施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物理的一个设施 比如说当天气非常热 就会用黑网希望能够做一些遮影 如果有一些的茶叶已经晒伤了 而且它的茶叶也受损了 可以改变区隔市场 或是改变这个植茶的方式 让这个茶叶有不同的一个展现 刘宛玉教授跨域整合产学两届资源 同时也期盼扩大研究成果的应用范畴 不仅建立完善的茶产业低碳循环 也让茶园生态永续更全面 找到一个适合的茶园来做长期的调查 天气的条件环境的条件 也都是我们的一个挑战 在这里做这么大面积的一个茶园的 生物多样性的调查 这绝对是需要动物系跟植物系的专家 我们最后我们就找了三个学院 跨了十个科系 所以我们总共找了十五个老师 来一起完成了这个跨领域的研究 那气候变先的调试跟应应 我想是下一个阶段 茶园应该要去想着去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有机农法或是友善农法就是一个解放 那也希望茶园可以来重视这个生态跟环境的价值之外 也能够朝向永续或生态的农法来迈进 怀抱对生态永续的关心 从一棵茶树开始 启动净零碳排的绿色产业链 引领社会 携手迈向环境与产业的共荣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台性能优越的好车 更能保障舒适安稳 来自台南的李君华 为车主们的爱车提供客制化改装服务 打造上山下海的这一家伙伴 从我以前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的玩车人生了 这一来我都是以消费者的一个出发点立场 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做着想 一个陈大哥 跟我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个在于改车部分的一个经验 然后也包括技术上面的指导 很多的国外品牌零件是很难取得的 也因为陈大哥帮助我 然后让我都可以顺利得到这些零件 很感谢 我在于改车的部分 我都是用一个美学 甚至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做一个改造 绑客人的车子改成独一无二 有自己的特色 绑车子改漂亮这件事情 我很执着 李君华怀抱对车的热爱 结合艺术美感与多年经验 从内装零件配置到外观烤漆造型 不仅呈现出车主自身的特点 也让车辆性能发挥得更出色 单身跟家庭他们的需求 在于用车的需求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首先会先去了解说 存在会是哪些成员 如果以后面这台露营车来讲 车主本身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很希望可以常常看着车顶就有星空 所以它最大的卖点是它有星空点 很多越野车 在于行车的时候都会过度的摇晃 我们的专业项目就是 帮很晃的车改成很稳定 我很愿意从世界各国去找一些 很特别的精品 我们JTR里面有非常多的 世界大厂的线货 然后可以让客人过来的时候 很快速的帮他做一站式的服务 除了有贴膜跟烤膝 也可以帮他做一个套件上面的改装 帮车子改得好开又好玩 这才是我们JT最大的中极 重视工艺与效率 谨慎把关品质 加上贴心的咖啡吧接待 让客户爱车有感升级 这份真诚与用心 即使遭运变故也未曾改变 在2022的年底 我们公司发生了火灾 也因为经历了这场火灾 让我感受到非常好友的资源 跟帮忙 经历过这些之后 我深深的感觉到 有更多人的需要我们去支援跟帮忙 一直以来所做的爱心活动 我更认真也更努力地去把它给持续完成 经历巨变重新出发 新开业后仍维持有口皆碑的高水准 更曾为知名艺人服务 李君华也将这份感激用爱连结 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广受客户肯定与支持 这边所有的货都很齐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间店 直接把整台车弄到好 主要是华哥他也会建议改什么这样 像我改了卡钱AP的最顶的 然后还有避震器 然后还有蛮多的啦 就是开出去蛮sharp的这样 中间过程跟李先生沟通了许久 整个这样组合起来 我非常的满意来找李先生是 最正确的选择 那我现在又再一次的爱上我自己的爱称 我自己本身其实从事工艺活动已经有许多年了 后来他发现我的身份之后呢 他就主动给我开口就是说 我是否也能够参与他们 或是也给他们一些支持 他除了专业改车以外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社会很有贡献 很有帮助的一个年轻人 乐观面对挫折 尽心做好每一件事 李君华在车辆改装领域 成为人们开行出游 安全回家的可靠后盾 同时也热心公益 期盼让每一个人心中都承载着爱 回馈社会 昨日学在民间流传千年 是趋吉避凶的传统习俗 更具备心灵依托的重要意义 拥有命理与择日双阵照的吴龙祥老师 期盼运用所长 为人们带来身心灵的平安 本身是做地理师将近三十年 那我除了地理师之外 我本身也是命理师 择日要安神位要路载 要安乡要进塔要洞土 你这个要找地理师 就是择日师 我的理想是希望大家平安 我也救过超过两百个人 每一年当然有一个叫做煞方 譬如说今年是煞西 是好意提醒大家 当然会影响生意的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跟我买东西 没关系 只要你平安就好 有两个人 就是一个人说今年煞西 一个是说煞北 其实他们是拿错了 煞方式每年不一样 不是说每年都可以用 每年就变成煞南了 那另外我是本身有出一个书 就是说择日重要性 希望能把我的理想观念 传播出去 能救更多人 吴龙祥老师 带着浮为旧困的热心肠 凝聚多年历练与感悟 集结成书册 更秉持严谨慎慎重 开班授课 向大众宣导正确观念 与择日的重要性 地球在公转太阳的路线 叫做黄道 里面宰起出来的好日子 叫做黄道吉日 所以我们择日是有科学根据的 根据黄道去论述出来的 农民历没有血的话 你也不知道农民历血的是对不对 我不会不是不会准 是要懂得准不是万能的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 一定要请专业的老师去择日 很多案例就是说要结婚 南方跟女方的八字合起来 是哪一天最好 要去结婚就叫做婚客 有286条的煞 合不合是两码事 那是算命的问题 地理师跟命理师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会批命旁 人的一生中有好有坏 他会去算 但是择日是科学是天文学 地理师就是要拿个公司包 到外面去跑的人 地理师在家里等客人来 所以希望大家能搞清楚 就是说你要择日 要找对的老师 天时地理 顺应自然 是仙人积累千年的智慧 吴隆祥老师怀抱尊敬 严肃对待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尽心尽力实践救人的人生里面 中辰之后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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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案例就是说 他自己欢容力说 8月8号最好自己入宅 当年的12月份 他先生就撞风 隔年的12月29号 他的独身子 就在桥上划成抽 当场是我 然后我去他发现说 你家好像煞到 他就说107年的8月8号 那一年叫做煞北 你买的皇子 刚好是坐北朝南 因为那一年 就隔年就变成煞冬 他儿子的骨灰毯 又放在东方 我把那个骨灰毯 重新安葬 重新进京 现在都已经有救回来了 关怀每一份 对于顺遂安稳的祈求 吴隆祥老师在婚丧 乔迁 洞土等人生大事中 不遗余力地协助人们 逢凶化吉 使则日作为一份 有利的依据与寄托 如果家里突然有人生病 突然车祸 或是突然被倒闭很多钱 要敏感一点 是不是最近有 买新皇子 有洞土 有安神卫 还是有祖先求金 最好是请老师去见钉 你一个人有被钉子钉住 你只是抹红药水 只是吃香眼的也没有用 最重要是要把那个钉子 要拔出来才有效 吴隆祥老师 胸怀自然之道 与济世之心 多年来善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许多人 同时勤作公益 让善良创造更多价值 持续发挥光和热 守护每个人的幸福安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